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只可惜,穗河的结局相当惨 他对旭凤的爱没有得到旭凤的等价回报 反而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原因是,紫密与旭凤在魔界相遇 紫密希望旭凤能原谅自己 可此时的旭凤虽然依旧深爱着紫密 却已经被紫密伤透了心 因此对紫密不离不惨 穗河以为旭凤不爱紫密了 便趁机对紫密痛下杀手 将紫密打得遍体鳞伤 当旭凤看见血肉模糊的紫密之时 心疼不已 受怒之下的旭凤未给紫密报仇 将随和斩杀 随和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 旭凤不接受紫密 不代表他不爱紫密 真爱生命远离紫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随和这位女子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小编哦